这个是我们设计的一架双尾歇无人机 没有错 就是前段时间顺风被空军摸没了的双尾歇无人机 然后我们也设计制作的一架 就是尺寸比较小 一展才2米 但是空头灭火弹 这个灵魂功能我还是保留了下来 这一次也增加了起落架 终于不用手抛起飞了 飞机的主体还是KT版制作 起落架位置用了航空成板加强 机头发动机位置曲面比较多 用的是三接打印 还原曲面外观 机翼整体也是KT版 内部加了碳纤维管保证强度 异形也是标准的航模平凸异形 夹阻一下 还是有点感觉的 增降度 翻向度 负异 这些都是有的 还有收贩起的价 最后 3D打印出来的空头挂载器 双尾歇的灵魂 空头灭火弹 这个功能你们就说满目满意 值不值得点个赞 先测试个油门 测试个推动比动力 动力是有 但是应该是没到一的 感受不出来 这个电机比较小 飞机太重了 但是看这个机翼这么大 飞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类似一个滑翔机 再检查一下多面啥的 负翼 右 左 正常 升降 拉 推 拉 推 方向 右 左 风向是这个方向 从这个方向来的 往这个方向起 好准备 掉头 走啊 迷你双尾鲜 抽 哇 拉杆 哇 到这个机翼 油门 现在是满的 速度不会很快 你看这机翼三反角 一个弧形 取了驾收 收 收起 收起来就很好看 右转 风有点大 我来个低空通产 我看这机翼忽忽忽的 这种感觉要断 右转 超低空 略峡谷飞行 这比目视高度的更低 哇 有感觉 再来一下 不要爬不起来哦 前油门 爬升 准备好 投蛋 三二一 投 哇 郑重 郑重 水霸 呵呵呵 后面把运动相机卸下来 试了一下特技飞行 空翻 毫无问题 然后横滚 差一点就把机翼给飞断了 我以为就要飞行自行车在线 特技飞行 对于一架残寒时无人机来说 还是太勉强了 先看看起楼架开启 起楼架开启 可以正常 好准备降落 来了 下滑 对准寒线 哇 帅气 完美降落 近几期视频 难得有一架飞机完整保留了下来 我们也测试了一下 这架双尾靴的极限参数 极限流空时间 30分钟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巡航速度在45公里到60公里每小时左右 所以极限航程达到25公里以上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载上个100克还是可以的 就是一个手机的重量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次制作是非双尾靴无人机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点赞关注支持 你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我是乌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